号称百万级无对手系列 仰望又迎来了它的新朋友 仰望U7 今天我们一起来猜猜它的价格 继大型SUV仰望U8 和它的跑车系列仰望U9之后呢 旗舰级的大型轿车仰望U7 这一次小白也看到实车了 看到实车之后 我第一反应就是它比图片好看一些 5米2的车身长度 3米1的轴距 是一辆定位在D级的大型型舰级轿车的级别 自然它也就对标了奔驰的S级 宝马的7系 以及奥迪的A8和保时捷的潘纳梅拉 那么接下来先看一组数据 那么这一次呢 小白呢也是根据在网上看到的 各位有油门的一些关注的细节啊 根据下面的几个方面 分享一下这款车吧 在官方的叠照亮相之初呢 就有引发了各大网友的热议 主要就在于它的这个 时空之门的家族化设计语言 尤其是它的这两个C字型的前大灯 相比于这个前大灯来看啊 好像贯穿式的后尾灯 都显得中规中矩了 这个前大灯的造型啊 说实话还是比较别致的 在前脸上呢 占据了一个非常大的面积 其实和仰望U9呢 是同一个设计方式 但是因为U9它是一辆跑车 并且呢它是一个宽体的姿态 而且呢它的车身相对来说更低 运动套件也更丰富 所以在U9上看起来呢 它并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因为U7是一辆旗舰级的轿车车型 因此在前脸上看起来 确实和U9不太一样 不过呀各位思路打开 如果用另一个层面来思考的话 那是不是证明 它的家族化设计语言 品牌辨识度更高了呢 当然了设计层面呢 各花入各眼 各位友们对于这个设计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 和小白进行留言 那么整体呢 这款车的车身侧面 看起来它的行政特征 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拍摄的这款车的 这个车身配色 有点紫色的 泛着珠光的颜色啊 它有点那种人欲色的感觉 所以说你可能感觉 它的运动属性更加犀利 并且它也没有用到 那个封闭式的轮骨 一会儿呢 我会让摄影老师呢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封闭轮骨 以及银色车身的那款车型 你就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我所说的这个感受了 车顶一体式的黑色线条 轮骨的线条 以及它车身侧面 这个有点倒C型的腰线 线的走向呢 应该是从延伸 到汇聚的一个趋势 那么能够很好的 让它有一个向前俯冲的感觉 可以拉伸它车侧的长度 刚才呢 在跟这个工程师聊天的时候啊 它有分享过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 之前最初的一个设计方案呢 其实是想给它 再增加一个风道的设计 由于为了要保证 车内的头部空间 进行了一个封闭的处理 用到了这样的一体式的 向下倾斜的设计 增加了一点点 小小的装饰啊 流线造型 这样呢 也是保证了这辆车的后排乘坐空间 我觉得这个在使用性上呢 还是比较有所保障的 D级车啊 最主要的就是乘坐的舒适度 身高176 腿长110厘米 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 坐进车内去试后排的空间啊 但是呢 根据刚才工程师 给我们的分享的 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包括呢 我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车身高度和姿态的话 我个人觉得 它在内饰上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还有就是 之前看过了 U8和U9的一个 卫士的细节设计啊 它在用料上呢 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保障 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整体外观看下来呢 确实啊 它的行政的特征呢 是非常突出的 但是它并没有丧失掉运动属性 尤其是我身旁的这辆啊 没有用到封闭轮毂 能够露出探讨卡前的 这种车身形态 能够很好的满足 它的四台电机 1300家的马力 还有2.9秒的百公里加速 刚才呢 我们提到的车顶流线造型 隐藏式的门把手 行业内独有的曲面激光离达造型 以及封闭式的轮毂 那么这些设计呢 都是很好的降低 风阻系数的方式 它的底盘的侧群 用到的是一个曲面的设计 这些设计呢 也是能够很好的 降低车辆风阻系数的小心思 所以说仰望U7 在时速达到每小时 120公里以上的速度的时候 可以达到0.195的 超低风阻系数 那么也是目前量产车 风阻系数最低的车型 车头的俯冲造型 车侧隆起的轮毂 到C型的车侧导流通道 熏黑的前唇 侧裙和后唇 很好的从视觉效果上 加深了这辆车的运动属性 这样的一些细节的加持 我觉得它开起来 应该也比普通的D级轿车 要更加积极一些 天神之眼的高阶 自驾辅助系统和一四方呢 我们都不陌生 这也可以说是仰望品牌 或者说是比亚迪集团 十分有优势的科技配置 接下来呢 就先来分享 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配置 仰望U7呢 标配了三个机构雷达 和两个508TOPS算力的 EVDA OREX芯片 它的计算平台 应该是全球首款 完全由品牌自主设计 研发生产的车载计算平台 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非常值得肯定 并且也非常骄傲的 同时呢 它还配有五颗航米多雷达 13颗高清摄像头 以及12颗车身多雷达 可以实现L2加 高阶自驾辅助的能力 作为一辆大型轿车 在窄到通行 狭窄的道路的行驶 以及封闭园区等等 极端的环境下呢 可以很好地发挥 它的天生质量的作用 它还标配了 比亚迪自研自产的 探讨刹车盘 可以看到它非常酷的 这个黄色的探讨刹车盘啊 再配合上E4的电动制动 100到0的制动距离 只有33米 什么概念 它是一个3米1轴距 5米2车长的大型轿车 但是它的制动距离 可以达到跑车的级别 甚至非常有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E4啊 E4呢 有几个标签 就是功率大 调节快 能量控制 同时呢 还能精准的原地掉头 那么刚才呢 我也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 这款车 它在动力体配上的一些数据啊 具体的开起来是什么样子 以及它的操控感呢 我觉得还是得开起来它 才能跟大家来分享 一个真实的驾驶体验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它的能量控制 它搭载的烫化硅电控呢 是实现800个平台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搭载了国内乘用车 最大的双驱动的 集成式的电机控制器 不仅能够降低能耗 同时能够提升续航 这些呢 也都需要在试驾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给大家分享 那我们都知道 仰望U8呢 其实是全球首款 可以进行原地掉头的车型啊 并且呢 它还是速度可快可慢 角度也可以调节 而且呢 高中低的附着力 都可以进行原地掉头的旋转 那么仰望U7呢 也进行了一个这样的沿用 那么它搭载了 一丝方的四轮独立 扭矩适量控制 实时的控制各个轮端的扭矩 所以说仰望U7 也可以实现绕单轮定点旋转 那么这个也就解决了一个 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小车位停大车的问题 那么一丝方呢 还让仰望U7 在性能散热和操控 这三个方面呢 达到了一个平衡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辆车在操控前来 应该是非常有乐趣的 那么具体的呢 就要等小白试驾之后 才能跟大家来分享了 仰望U7呢 还在亚伯利 完成了一个雪地胎灯顶 37.5度大雪坡的挑战 并且呢 还获得了成功 综合这样的一些数据 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和挑战呢 我更想去试一下这款车了 至于这款车 无论是在外观细节 或者说内饰上的一些期待 以及它驾驶起来的一些期待呢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想要了解的细节呢 也可以跟小白在评论下方 进行留言互动 OK 那么本期的视频内容 就全部到这里啦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